鲜是形容美食的至高境界 它受地域的影响 受食令的要求 更受时间的限制 对于广东顺德人来说 追求食物的简朴纯正 与原汁原味的鲜美 既是无比虔诚的美食信仰 更是超凡脱俗的饮食哲学 幽远漫长的岁月里 尽管食物鲜变漫画 口味多元丰富 鲜始终是顺德饮食文化的灵魂 今天 顺德人带着对美食 独特的理解与感悟 依然不断探寻着 世间万物的鲜味密码 清晨的西江刚刚苏醒 位于江畔的狐仙餐厅 年轻的厨师苏荣生已经开始忙碌 顺德人悠闲的一天 从一碗鲜香四溢的生滚粥开始 鲜鱼 牛肉 猪肝等十余种极鲜的食材 一字排开 淘洗过的新米 银润洁白 昭示着顺德作为岭南水乡的平式附树 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顺德 境内近海多河 水网交织 漫长的时光里 顺德人用智慧 迎建这片河网与凉田 滋养着安逸富足的生活 从灵带起 这里就是岭南河仙的重要产地 顺德人更以善烹河仙而闻名 生滚粥是由预先煮好的白粥 加新鲜肉料滚熟而成 因多元食材和丰富营养 奠定了在顺德早餐界的江湖地位 对于初出茅庐的阿荣来说 要将一碗生滚粥 做出极致而纯粹的鲜味 是他厨师生涯的第一个挑战 将不同肉料切成薄片 是阿荣每天必做的功课 其中切鱼片最为考验刀工 取鱼背上白肉 切片时下刀的力度 位置 方向 必须精准把握 这条鱼要顺着 这个鱼要顺着 大家多切下去 就无法切断 大家多切断鱼 那鱼就发现这样的形状了 这样鱼的鱼就会比较好 如果这样吃下去 但是这条鱼就会比较鲜暖 幼滑的 早上九点 食客们陆续落座 自从餐厅开业以后 老海原童书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在他的记忆里 这附近曾经是顺德最大的农产品出口码头 被当地人称为石出码头 鼎盛时期 沿河分布众多餐厅 茶楼 随着时代的更迭 与交通方式的变迁 这里码头的功能早已不复存在 但承载着顺德人 味蕾记忆的餐厅茶楼 却依然屹立于江汉 这间曾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风光一时的餐厅 不久前在原址重新开张 昔日的味道 连同他所经营的惬意生活方式 在今天得以延续 一碗传统的生滚粥 是童书的挚爱 作为曾经混迹于石出码头多年的老高 童书脑海中根植着顺德 最传统的味道 对美食有着严苛的评判品系 生滚粥要突出不同肉片带来的味道与口感 粥底必须熬得足够稠绵 用蒙火将米煮至开花 再转小火熬足一小时 大米中的汁炼淀粉充分溶解 形成去壮的米花 生滚粥的制作是精确到描的艺术 由于不同肉料烫熟的时间不一 每样肉料之间间隔多久再放 全凭主粥人的经验 猪肝猪腰猪肉片要全熟 0.3厘米厚的猪肝需要煮两分钟左右 牛肉吃嫩 下锅一分半就会去生 鱼片吃鲜 只需用周底的鱼温烫五秒 此时 每一样肉料都达到了鲜香嫩滑的巅峰 不容一秒懈怠 出锅后的生滚粥被阿荣迅速送到童书的餐桌上 如同学生期待考试成绩 阿荣紧张地等待着童书的评判 肉片裹着米浆 在口中弹嫩似鲜活 味道十足 绵密的周底收尽食材的鲜味 一碗朴素却丰盛的生滚粥 凸显本味之仙的同时 将童书带回老码头那段平视而惬意的岁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